也说具体其情的修法 不外是通过思维传记发起信心 心理做出断定 之后引起失心所发起向连失其情的行动 也就是口中真实的表白 身体恭敬礼拜 首先身体信心 要这样想 我以一切友情 现今都在苦苦坏苦和辛苦的大海中漂流 一向无自在 谁获业力轮转 刹那不得之喜 十种三苦的历程 无边无际 然后意识到 一定要寻找一种能就把我等的大归一处 思维这个出离心 飘是不自在想 轮回中一直被获业力飘充 毫无自在 流是指念念相惜不止 非但自己 无量无边的众生 也都同处于这种险境 毫无安乐可言 且将来必定出现无量无边的过患 由此意识到 一定要寻求一位真实的能救度者 之后又想 那么谁是我真正能指望的不欺狂的归一处呢 再看其他 有情 自身还陷在生死迷梦中 以他们错乱的力量 不可能真正帮助到我 那些修正还没有 到达极度圆满的圣者 也没有办法给我一个最快速 迅捷的旧度 最终发现 格勒仁波群为最殊胜的归一处 通过传记了解到 它是本来正觉的自信 没有丝毫迷乱的构然 加倍的力量能够直接降临于我 由于呢 已经毕竟消除了虚妄分别的缘故 永远不会欺狂我 而且作为不二无碍辩露的体型 连世能够当即吃予旧度 于是就想到 生死梦幻中 我最需求的就是佛力的加倍 这是一切力量中 最不可思议的力量 这个时候呢 自己呢 有强烈的 娱乐性 意识到 如果能够得到 格德伦伯切的心与身 秘密不可思议的加倍 就会像 点金记 点到铁 顿然就 摄持铁为金那样 格德伦伯切 佛的三密神力 一旦加倍到我 就能够顿时 摄持我的三叶 基于对佛力的深信 这个时候呢 会把自己全部放下 一心养葬 格德伦伯切的旧度 因为 已经意识到 这 就是密 是一种极其不可思议的 胜利加倍 我们稍微想想 就知道 连世横使住在光明 大圆满当中 这极其不可思议的行径 不是世界任何力量 可以比的 而我们需求的 就是 一刹那间 得到这种 无法思维 衡量的佛力加倍 它一旦点到心上 顿时 恢复自己心的生命 会使的深与异 这种无法控制的状态 立即出现转机 这就是顿中顿的妙道 你看这个加持 直接转化我们 我们必须意识到 如果单凭自己 这种错乱的力量 如果按照这种 自立的方式来忧持呢 不晓得要经过多少 阿神气节 才能爬得出轮回 无时以来 这种错乱力量的控制下 自己一直如盲人 在悬崖上奔驰般 无法辩论 无法逃离 这种力量 如汹涌澎湃的海水般 不停地推动 翻腾 所以呢 这个时候自己最需求的就是 连世力量的加油 原本是佛的我们 如今迷失在迷梦中 最需要的就是 觉悟 新的 加倍 再没有这个教师更为殊胜 迅捷神庙的道了 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意识到 为何连世的教法有如此顿述的道 为何说一切妙道 最终归射到 一个的人婆界相应上面 由此也就容易生起 遇热性 所谓点铁成金 说的丝毫也不过分 佛的地上加入自信实习 马上就能转了 以前极难止息的烦恼 业力忽然间就有了转机 是吧 昨天师傅也讲了 你忽然间发现业力没那么强大了 你自己变得强大起来了 业力不像原来那么强大 你能转得动它 原来转不动 原来面对一个野兽 觉得自己像个小蚂蚁一样 就现在像巨人一样 这个就是不一样的 你还没面对一次野狼或者老虎 如果你是一个小兔子 那你怎么能玩得过它 现在你突然一下变成了绿巨人 人一下子 不一样了 被这个佛家吃了以后 转眼之间就变成绿巨人 绿巨人这个电影 有人看过 吃了一种药以后 一下力量增加好几千万倍 业力忽然间有能转起 其实是得到了上十三米的加倍 自然奢侈之心 而顿时转变 还有一种现象 就是我们不修的时候 好像没什么业力 没什么事 但是一修发现 好多的业 好多的妄念 好多的病都来了 发现自己的妄想特别多 烦恼还加重了 这个不是坏事 这个是因为你修行的缘故 这业就翻出来 你的习气会觉得比以前还重 好像还会莫名其妙的烦恼增加了 事实上这个是你在在宵夜的一个过程 这个时候你正好齐情 我会在加持宵夜 我们不得不相信这极为稀奇之事 如果有了这种生性 就会抛开自己 与连丝相应 这个很难 谁也不敢抛开自己 在以往上来的心目中 连丝就是上师 连丝的修法叫上师相应法 以连丝相应就意味着 将顿时到达 持民国地 易于点睛 即本身的同化作用 铁瞬间变成了镜子 同样得到连丝的加持 自信 刹那之间就得到转换 这就是我们所需求的事情 在那个年代 确实有很多这样的人 就是因为对上师的信心 顿时就明星见性 正果了 但是话一说回来 他们都是有根基的人 他们相应的很快 我们之所以不相应 根本的原因 还是因为信心没修到位 菩提心没修到位 空心会没有修到位 信心也修不到位 信心修不到位 你当然跟上师相应不到位 所以说这个还是需要基础的 我们现在就是要 好好地修基础法 把菩提心修好 把空心会修好 到时候你再修上师相应法 快速成就 变得跟上师相应 你没办法相应的 你没有菩提心 你跟上师怎么相应 是吧 你永远都不可能相应 所以说你要跟上师相应 首先要有修菩提心的 首先修菩提心 然后还要修空心会 然后这两点 有一定的基础了 那个时候跟上师一相应 很快就正过了 那就可以顿潮 好几大节 真是这样 要是那个时候靠自己修 那就慢了 所以说在什么时候相应 这很重要的 一点基础都没有 你相应不起来的 既有了信心 或者圣节 遇了之后 就要发起无语的皈依 这个圣节 就是要有菩提心和空心会 才能达到圣节的 殊胜的这个解 解是理解 这个佛菩萨的这个大愿 还有这个空心的智慧 都要至少有解悟 这个时候修起来 跟上师相应就快了 才能上道 在光明大愿万道里面的一切皈依最终都成为皈依上师 而我们要想得到真正的家师 自己就必须完全交出来 譬如一个瓶子 如果完全是空的 那就能接受满满的一瓶 如果有一半是空的 空出来 那就只能接受一半 明白这个道理后 我们就要反复失略而下定决心 这是我唯一最殊胜的道 我要一心一指连世 以全部的心一指连世 才会有大的效率 一指连世 你不要担心 我要去极乐世界 你要去极乐世界 你一指连世 更快 更殊胜 一样的 否则 只要我们的心还不够真诚 还放不下自我 认为还有 比一指格的仁波切 更重要 更殊胜的事 那只能说明我们已遇 要考虑到 一切事件法 其实虚狂的 就像康毕 看起来好像有 实际阳波起来 什么也没有 唯有自行 跟无上的连世相应 那才是生命中最有性 最有意义的事 世间永无欺狂的事 因为绝对能够被连化身上师 卑力 摄持 基于这种信心 我们主要认定 其他世间 一切无意义的事 我们要像 放弃康毕 那样 完全放下 从今往后 一心一意地 跟着各的仁波切走 上师说什么 我们就按照那样去做 舍弃自己的心思 我唯一随上舍转 这个就好办 这个信心就修到位了 由此 丝毫不违约 抵赖修行 这就是我们要反反复复考虑的事情 在这个极其重大的事情上 每个人都必须辩明方向 一致心思 我们就一定能够跟连世相应 之后迅速得到光明 大愿满成就 真正实行大愿满法的时候 要求舍弃世间 一心专修 要求潜心潜意地 跟上师相应 要求九段法 这身口意义上的 各种无疑的事都要断掉 唯一跟大愿满智慧相应 也就是跟上师相应 因此呢 自己现在就要发起其心 私心所一旦生起 就要表现在行动上 把这件事情做出来 不能光是停留在口头或者心里 于是就在哥伦伯家面前 恭敬地表白自己的心意 这叫做齐情 这下面是一个标本 它是这么齐情的 现在为了跟师父学 我把世间的这些事 全部都舍掉 我已经决定 把自己的心完全交出来 唯一跟着你走 消极的是 我百分之百全部放下 积极的方面 百分之百全部都按照您说的来行持 我的心现在已经彻底地交给你了 无期的互足 你是无量大悲自信的缘故 我有任何时间空间 对象的局限 观照现前 我等在山苦大海中漂流 而不得自在地苦难众生 您不应舍弃 无论你在庙府 吉祥山等任何一个自行 岔土中安住 都请你以大悲心力量 当即降临于此 遇上是我们在上世 莲花生大师前 表白自己齐寝的心意 修诵金刚齐寓 齐寝 之后还要念诵金刚上世的 这个密咒 或者说前面齐寓 是一种显缩的齐寝 后面送咒是密缩的齐寝 而是内海相同 哥的上世 它不是藏文 是梵语 我们每天念的四归一 也是梵语的 不是藏文的 藏文念的不是这样子 上世意为 深重 沉重 它是一切镜中 最尊最重的镜 再没有更超神的了 上次我们创了一个 英文单词 叫做teacher father 英文里 没有这个单词 我们创了一个单词 现在西方人 说我们叫master 这个master在英文里面 是大师的专家的意思 就是你在这个方面 就是很专 很厉害 但是呢 我们佛法的这个上师 师傅 为什么说最尊最重呢 因为你看 他既是teacher 又是法者 父亲和师傅的结合 这肯定是 世间最尊最终的镜 师和父 你放在一块 再没有更超神的 由于三世诸佛 所有的碑制 事业 全部设计在 一位莲花生大师当中 所以成为一切镜中 无上的镜 弘大而深重 深是指点 是已经策证了 光明大于万法 皆没有丝毫 忘心的够然 深到了极处 重是说 他圆满居住 无量的断正功德海 是一切诸佛的总集 我们的心呢 也应当由此意识到 他比任何镜 都要重大殊胜 始终有极大 因缘果报 戈的一层藏文 是喇嘛的意思 又不可违约之意 也就是说 一旦违背了他的指示 会带来非常严重的后果 如果 我在心态行为上 稍有不公 必定会产生极大的过患 因此呢 应当想清楚 要以什么样的敬畏和英众 来面对这一对境 如果对英国稍有愚昧 就会在这个方面造下大罪 懂英国的人都知道 敬在英上是一种很重要的因素 随着敬在的功德力大小 会呈现出感果大小的差别 如同随着不同的田地品质 不同助长的力量也不一样 当真正意识到 这是世上无比沉重 极其深重的敬事 自信才会开始敬畏起来 会意识到 对此敬绝对不能有任何 轻慢 亵渎 或者无所谓的态度 并真正生起一种 大英重 大恭敬 大尊重之心 各乐 尊重 尊嘛 我们说本尊 就是这个意思 本尊就是从这里来的 尊的 最尊最重 叫做本尊 本是根本 尊是最尊 过去说皇帝才叫尊 是吧 九五之尊 我们经常说本尊 就是指佛了 你最有信心的一个佛 叫本尊 那我们都知道 佛有一个名号叫世尊 那么本尊呢 就是最有信心的一个世尊 跟你最有缘的一个佛 就是你的本尊 那么本尊跟上师呢 叫你要连在一起 你要想你的上师 就是本尊的化现 这个前两天 我又说到这个九重 这个 九重就是法报化三身的九重 次第 我前两天说的法呢 今天说的是金刚撒脱 我们这里说的不是 这里说的是 法身的化身 就是释迦佛 原始就是释迦摩尼了 你可以这样想 那报身呢 报身的法身 还是中金刚种词了 就是五方佛了 报身之报身 应该就是 平常说的这个 金刚撒脱 他把这个降了一个地面 报身之化身 就是金刚手佛 那么化身的法身呢 就是释迦摩尼 化身的报身呢 就是金刚手 化身的化身 就是上师 你这样子去排也可以 这样排呢 也是 也是很殊胜的 法报化三身呢 其实又是一体的 一体不二的 所以说呢 上师就是佛 要从根本上说 上师就跟普贤王如来 就是法身之法身 跟化身之化身 其实呢 也是一体不二的 上师就是普贤王如来的化身 你可以这样子去观修 那普贤王如来 你观不到 你就可以观金刚词 是吧 或者观释迦摩尼佛也可以 你可以观释迦摩尼佛化身的 或者观释金刚大日如来的化身 普贤王如来的化身 都可以 因为他们是一体的 所以说佛法很微妙 就是你在强调哪个地方的时候 就说哪一点 都没有问题 贝曼以为莲花 至于乌金大师名字的 其一首上师呢 莲花身大师是 无生无死 无印无缘的 本质菩提的体性 那么呢 我们的本体呢 当然是超越英国的 是超越生命的 它不属生命 也不属于英国的范畴 为什么用莲花来显示呢 为什么它不经母胎呢 一者是因为它是金刚体性 不是因缘所生法 没有任何生灭相 莲花才是最好的表征 再者莲花表示因果同时 所谓的因果同时呢 就是既因既果 花开启的时候呢 里面已经有果了 不同于先因后果之相 之前没有 因缘和合时忽然 新生出来 这些都是虚妄的有违法 而菩提自信是凡而原成 本体原理身边 以因缘造作 格伦波切的印象 用莲花来表征 也正式表现了 极稀有之相 释迦摩尼佛呢 是我们的本师 来到娑婆世界 实现了化身佛行义 首先经过母胎降临 最终向弟子实现 无常摄身土匹 在世间隐没 格伦伦波切呢 显示的 金刚体系呢 这不经过太身而自然化 最终实现 无死金刚身 是乃至轮回空境期间 永远不死的 红生成 就是没有涅槃 也没有生死的 金刚体系 因此说呢 斑马呢 是乌金大师的名字 我们说斑马救你 就是这个 他的名字 莲花生 就是叫斑马救你 也是他体性的表征 它显示了 定层大约满法的 任用成就项 这是世界上 最稀奇的显示 施德 表示所求之意 成就 施德 施德就是息地 也就是 乌金上师 免贤其勤 许愿得到一切 共同和殊胜的息地 连施呢 是自卑力最圆满的 上师真佛 他有最大的力量 能够赐予聚信心 和大恭敬的弟子们 一切成就 这不是一种 美好的幻想 而是真实不虚 曾经发生过的事实 也就是 利他的成就 达到 究竟 确实能直接 给弟子正量的 那就是你通过 其勤了 他的信心 达到了极致了 就是你的信心 达到百分百的时候 那就是成就了 所以关键就是 还是这个信心的问题 信心达到百分百 当下就给你 复制出来了 说实话 就我们的信心达不到 说了说去 还是修信心 你修信心 信心成就了 就成就了 我经常讲 信心成就了 就是成就了 你要是通过 这样的修法来修的话 越是修高的法 那信心要求越高 越是修大越满 你对你那个 信心的要求越高 其实一路修来 都是在修信心 艺术都是珍藏你的信心 信心越强 你后面 就是 你跟上师 相应的越快 这种修法呢 就是比小乘的法 也不要快 多少万亿呗 这个不一样 这个没办法 这个没办法 这个就像 我们不会飞一样的 但是呢 上师呢 就好像 开着直升飞机 从上面 上那个楼梯下来 直接把你拉上去 我们都看过 那个直升飞机 是不是可以放下楼梯来 你只要抓住了 飞机一起飞 你也慢慢地爬上去了 就赶紧带走了 那你要是上面 没有直升飞机 你自己跑 你跑哪去 你找不到地方 好像就有点 那个意思一样的 就是又自他两立 然后当然 你自己也得抓得住啊 那个楼梯下来了 你不敢抓 信心不够 你就不敢抓 你抓了也会掉下来 没有力量 没有信心 没有勇气 你抓了不敢抓 你敢抓吗 很多人都不敢抓了 那你爬上去 你不敢 所以说呢 这个还是要先 提供自己的信心 信心那强烂 那就不一样了 其实是自他是对的 确议不可 我们要一心 第七情 无尽上师 一心一上师相应 就是这个道理 一切道的密谣 最终会归于此 也是这个道理 那说一法中 设计了一切法 也是这个道理 设计话你们记住 最终除了潜力以赴 一心一意 跟上师的智慧相合之外 再也找不到更直接 简单的一道了 哄是密 意味其情上师 赐予加持 把一切共同和殊胜的息地 都赐予我 自己的用这个心 去跟上师相应 这是一个缘起 当然了 在藏传佛教里面 恩廷师是他们的 这个开山祖师 并且他的成就很高 所以说他们都比较喜欢 七情廷师 就像我们汉底的传宗 那个祖师殿供的都是谁啊 达摩祖师 那达摩祖师是我们的祖师 传承上还是有些差别 那现在呢 我们这个传承祖师 当然是没有问题了 但是我们这个传宗啊 说实话在中国都断了传承 现在的师父 他没有正量 没有传承了 就那个链子这样断掉了 所以说我们禅宗呢 现在就没有人 那有些菩萨转世过来的呢 像虚云大师这样的 自己是修一修 是吧 因为他是转世来的 他能悟出来的 修出来一些成就 但是呢 后继也是无人 这个问题也是很大 一个是赤地法不懂 还有这个上师相应法 他们也是 唐宋的时候 他们是懂的 过去的人根基好 这些都不用讲 他们都知道 我们今天讲的东西啊 其实我们师父前辈子早都修了 不知道多少年了 就是这些东西 对一个修大业万法的人 这是最基本的一些数字 你就必须对上师啊 要有这样的恭敬 还有信心 这个是前世修来的 前世修来的 我们的信心 不过前世没修好啊 我总结啊 总结呢 一 七寝的对境 要对于说七寝的 三世诸佛总结的 莲花生大师 尽可能发起 无量的认识 这种认识 越深 越广 越圆满 就越容易 生起有力的信心 那么这个深广 是吧 你没有菩提心 你就不可能深广 是吧 你要理解 你要理解 莲花生大师的悲愿 你首先自己要有菩提心 那你要猛烈地修菩提心 你去菩提心修得越好 你对佛菩萨的那种悲愿 你理解的越深 越广 那么智慧也是一样 你文师 道量 那么呢 你就能够对佛菩萨的那个智慧啊 就会生起强大的信心 虽然你那个时候还没有证道 但是你已经完全了解了 生起了殊胜的 这个叫做圣洁性 你有了圣洁性以后 你再修上师响应法 你成就得快了 你没有圣洁性的话 你说你修上师响应法 有什么用啊 没有用的 没有用 你修的也相应不了啊 你没有办法理解 所以说这个认识这很重要 你看莲诗传记 你有些人只是看故事了 有些人就能理解到秘义了 理解到这个 连世的大悲心啊 菩提心啊 还有空心 都能够读得懂 所以说呢 这个认识越深越广 越圆满 就越容易生起信心 或者呢 以浅薄片面的认识 不可能充分的开启信心 那么这个浅薄和片面的认识 也是源自于 你没有菩提心和没有智慧的缘故 是不是啊 那你没有菩提心肯定是很浅薄的嘛 那么你没有智慧肯定是片面的呢 所以说不可能啊 你不要以为 哦 这个法简单了 我们上师讲的 什么四念珠啊 什么解脱道 空无我呀 都不要学了 是吧 这个连世相应不就完了 就像你有学人 学阿弥陀佛也是这样的 阿弥陀佛好 那你阿弥陀佛了 其他都不学 那你这个愚痴的人呢 就像吃饭一样的 吃到第七碗吃饱了 然后就说前面第七碗早知道就不用吃了 鱼吃的人都是这样的 直接吃第七碗 你看很多人都是这样子 这样的人多得很了 都以为 吃到第七碗饱了 就第七碗才有用 前面六碗都不要了 这是愚痴的人 我们不要这么样以做愚痴的人 吃饭是一碗一碗积累起来吃饱的 不是直接吃到最后一碗 作为弟子如何齐心 也就是自身应当具备 无论是出离心啊 遗止心啊 性情欲了的方面 还是深口意的表现 都要尽可能地做好 自己在这个方面 要多做一份 多用一份心 齐心时呢 就会多出现一份效果 金刚体性的无上连事 从来不会欺骗我们的 而且它的效力 也是永远不会丧失的 因此我们需要注重的是 自己齐心的因 是否圆满 所以说师父那边没问题 你要考虑你自己 齐心的因是否圆满 如上叔叔 首先在自心上 如何引发起 这个真实的信心和欲求 之后如何在身口意义上 以一种非常沉浸的态度 去表达 这都需要靠资方的努力 供办扎 你要把自己的全部都要舍弃 是吧 你供办扎的时候 就是要完全放下自我 是吧 全部交给上司三宝 你供办扎的时候 也要这样观想的 供的时候你要观想 把所有的 你所贪爱的 包括你自身的身口意 全部都供养了 是吧 你磕大头的时候 也是这样 身口意完全跟上司相应 一下就磕下去 心里面完全奉献 完全舍出去 把自己的身口意 全部交出去 就是磕大头的时候 也可以这样观想 是吧 这样观想 跟连思上司这个心 能为一体 这样子呢 练习篡习 是吧 你这个菩提心 来磕大头 观修菩提心 也是在修相应法 观修菩提心 就是跟上司相应的 观修空性 也是跟上司相应的 只不过 这是片面的相应 你要把这个融合在一起 才是圆满的相应 杯子圆融了 那个时候 你就越来越相应了 所以说呢 我们打好基础 那以后呢 再来修这个 上司相应法 到了一定的年龄的时候 你再修这个法 肯定会出成果的 现在你太早修这个法 就不行了 太早修这个法 你没有成果的 你没有基础嘛 你没有基础 当然也能够得到利益 但你得到的 可能是能天福报 也有可能得到的是 小乘的果位 因为佛嘛 你是什么样的境界 他就给你什么样的加持 佛菩萨就是这样的 就算他给你拿个小碗 那佛菩萨也是给你装满了 你拿个大碗 他也给你装满了 你拿个更大的 你拿个地球 他也给你装满了 佛菩萨都是这样的 看你自己拿出什么东西来 就受到佛菩萨的加持 有些人也拿个大碗 但是是漏的 或者缺了口的 没用 倒进去都漏掉了 下面讲七情的所求 七情的所求 那当然是要 为了度化众生 祈求成佛了 所求就是发菩提心 菩提心就是我们的所求 好 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